大家好我是本期大伙关键来关键一把S1牛仔 这把的话因为今天新赛第一天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四黑阵容的话 玩具商砸技牛仔佣兵不太看好这个阵容 第一呢对手是一个割剧相对来讲这个阵容要打赢割剧弹何容易 六六不动打说实话也打不过玩具商在红教堂的发挥 哎低刀有了好的玩具商在红教堂的发挥呢不能说没有 但是跟比如说胡锦春啊李奥的回忆相比啊那还是要差很多的 这里的话来亲自给到牛仔前面的跳板怎么跳直接反向跳回去好 嗯能拉开一波距离但是他规避不掉这一轮的一个倒地 跟过来跟过来跟过来大不了交个闪现只要完成击倒一切都好说 牛仔这边的话小皮片又勾到了手里还有个飞轮 飞轮进板躲砸头闪现一刀板子如果能砸中其实好像也得倒 就是板子砸中的你可能就进小房进教堂嘛那我这边交闪现你也得倒飞轮交掉了呀 整个击倒对于权者来讲是不太有 不太有真正面的看看能不能保平吧干扰到了密码机这边稍微意思意思 然后回头 还来还来 哎哎哎 B颗球回速 但这个回速如果让佣兵无伤救人的话就很亏了 这一波等于说是杂技的一颗球换了佣兵的一波无伤救人 这个救人是连护币都没有交掉的 当然牛仔这边想要26到搏命结束我觉得不太可能 这一轮打完求人者还真有保平面了 因为活命结束了人还没倒 然后这佣兵是一个无伤满血三护币 九九成的九九星的一个佣兵叶刀好的 机子外面这里玩具商修完佣兵这边被挂遗产 没有打架能力没有打架能力 牛仔33秒以后有飞轮中间的话似乎 中间的话似乎还有玩具商的跳板可能可以 哎这边人偷了一个跳板给到 然后中间还有跳板但这跳板短时间再用不了它得绕一圈 玩具商这边卡位 镜头给到 勾板子进前面这边目的 目的的板子全在闪现28秒 杂技的机子没问题 佣兵这边的机子60 60的机子对20秒的闪现 因为牛仔还有个飞轮 玩具商这边也来了 待会还要摸头 哎这局真要私人开门战啊 杂技都来了 站着别动我来帮你啊 我想说一声 玩具商这把的作用还真的蛮大的 打一刀开二阶 当然打到这里你就说求生者赢了吗 不求生者可能能有四人开门战了 仅此而已 对吧他们只是能真的说 但这个这个打到开门战的99星的佣兵 我这是这优兵到现在满血三护壁 这佣兵从头到尾一刀都没吃过的 这鞋都没脏的佣兵 切移行过去 移行过去要秒这个牛仔的话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要秒这个牛仔没那么容易 因为这牛仔手里有个飞轮 然后这边的板子又在 找到杂技 杂技手里有球 一颗球封住这边的一个窄位就可以了 回头 回头到佣兵这边点门 点完门以后可以回头压着 最终应该是一个三跑了 确实打出了一个三跑 但这把三跑呢 我觉得就是割据在两波手里的过程当中 是亏了个底调 真的亏了个底调啊 第一波佣兵无伤救 第二波呢 他以为佣兵来救 没想到玩具上把人给偷了 打得好打得好 拜拜